年幼时他的父亲锒铛入狱 从此他开始和母亲共同撑起一个家 高中毕业后他因家庭贫困 无法继续深造 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女工 后来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 他辞职创业 几年后他创立的白酒品牌 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 他本人的资产也逐渐从千万涨到了亿万 报复后 许多国家向他发出移民邀请 但他一律以自己是中国人唯有拒绝 他的成长之路是怎样的 他当初为什么会想到从白酒行业创业 本期《紫牙童剧人物记》 就带大家一起了解王亚平的故事 王亚平出生在北京 他是家中长女 他的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他的母亲叫崔根蒂 是访织厂一名普通的女工 他的父亲叫王洪文 曾是一名干部 虽然他家有三个孩子 但母亲的工作稳定 父亲当时的事业也处于蒸蒸日上的时候 所以一家人的生活标准不算低 由于父亲常年工作繁忙 不常在家 所以王亚平和父亲并不亲近 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 但却聪明能干 懂得的人生道理也很多 在母亲崔根蒂的教导下 王亚平从小就拥有很正的三观 正因为一家人不常团聚在一起 所以在一起的日子 大家都十分珍惜 王亚平也因此从小很少听到父母争吵 和谐的家庭氛围让王亚平安全感十足 做起事来一点也不畏手畏脚 但在1977年 随着父亲在工作上出现的重大失误 而被捕入狱 王亚平无法再像从前那样 无忧无虑的生活 当时的王亚平并不知道 父亲犯了什么罪 只知道那天在自己回家后 一进门就看见了坐在地上 抱着两个弟弟痛哭的母亲 在母亲冷静下来后 叙叙叨叨地和自己说了许多 当时的王亚平并没有理解太多 他只知道父亲被抓走了 以后只有母亲两个弟弟 和自己相依为命了 后来父亲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愿拖累家人的他 要求与母亲离婚 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的请求 并表示会好好抚养三个孩子 长大成人 逢年过节 母亲也会带着王亚平三姐弟 去监狱看望父亲 家道中落后 王亚平开始帮助母亲料理家务 照顾弟弟 王亚平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 但由于家中的生活日险拮据 他生出退学的念头 母亲得知后 一口回绝 然后在纺织厂努力工作 来供王亚平读书 等王亚平高中毕业 弟弟们也接连入学 家里的开销 实在无法支持三个孩子同时读书 无奈之下 王亚平虽有大学梦 但也就此埋在了心底 后来出于种种考虑 王亚平一家 由北京搬到了上海 王亚平也进入一家工厂 当起了女工 工厂的福利待遇不错 随着王亚平两个弟弟 逐渐长大成人 家里的生活条件 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一家人也逐渐摆脱了 父亲入狱的阴影 重新开始平淡幸福的生活 后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尝试创业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许多人借着风口一飞冲天 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 王亚平虽是女子 但一直胸怀大志 工厂里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 早就让她感觉厌烦不已 后来身边了解 王亚平实力的同事 也鼓舞王亚平去试试 但她害怕自己会血本无归 影响家中的生活 从而一直没有付出行动 后来她实在无法 抑制自己蠢蠢欲动的心 于是某天下班 她在饭桌上向母亲吐露了 自己想要辞职创业的想法 母亲听完 不仅没有加以阻止 还告诉王亚平尽管放手去干 并且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给王亚平作为启动资金的一部分 有了母亲的支持 王亚平不再有任何顾虑 立马辞职 开始寻找可喜的商机 她发现 当时有许多行业虽然来钱快 但衰败的也十分迅速 所以她迟迟没有下手 后来她发现了高端白酒的商机 当时虽然有不少白酒品牌 但大都面向的是平头老百姓 随着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 谈生意十九是必不可少的助行之物 对于重要的客户 有一瓶拿得出手的好酒 势必会增加成交的可能 此外 白酒的发展历史很长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 好的白酒 还可以作为具求人办事的窍门砖 最重要的是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大家对于高品质的白酒的需求 也会越来越大 只要前期做好工作 这个生意基本是属于滚赚不赔的类型 于是在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后 王亚平创立了老爷子排高端白酒 从选料到酿造 再到最后的包装 王亚平跟完了全程 就是为了确保每个环节都做到完美 那时的王亚平基本吃睡都在工厂 虽然辛苦 但心中的成就感 是他以前在当女工时 从未体验过的 不过当老爷子白酒发售后 最后的结果也没有让王亚平失望 如王亚平所料 白酒一经发售 很快就吸引了商业人士 富豪们的眼球 白酒的销量是逐日增加 一度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后来田津云还为老爷子品牌提了词 大家一传十 十传百 老爷子品牌白酒的名声大噪 销量更是翻了几番 随着白酒生意逐渐稳定 王亚平的资产 也从最初的几十万 积累到百万 千万 再到最后的亿 发家后 王亚平在经济发达的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都购置了房产 家里的生活 也因为王亚平的成功实现了质的飞跃 母亲也为自己的女儿 感到十分的骄傲 只有一件事成为了母亲的心头病 那就是 年纪不小的王亚平的感情时 还是一片空白 适临结婚 是每一位父母的心愿 即便事业有成的王亚平 也逃脱不了被催婚的命运 在和母亲的数次讨论中 王亚平也表示自己不是不想结婚 而是很难找一个和自己三观相同 事业旗鼓相当的人 母亲只说她眼光高 但王亚平很清楚 只有找一个各方面匹配的人结婚 才不至于在今后的生活中造成心理上的失衡 不过都说一元天注定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 王亚平认识了自己想要携手一生的人 对方不仅同样擅长做生意 思想和王亚平也十分的契合 于是两人交往 不久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不久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两者的强强联合 让他们的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快 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支撑 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都很是幸福美满 后来由于王亚平的财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许多国家纷纷联系上王亚平 他们表示希望王亚平可以移居到自己的国家 只要王亚平同意 他们可以立即给王亚平以及他的家人办理永久居住政 酒逢商业场的王亚平 一眼就看穿了那些国家的真实目的 他们无非就是想要从王亚平身上 获得大量的资金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从小就具有极强爱国情怀的王亚平 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请求 即使他们再三向王亚平伸出橄榄枝 他都是一口回绝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王亚平也逐渐隐退在商业场 不过只要提起老爷子酒 大家就会想起作为创始人的王亚平 我并不是这样子吗 我并不是这样子的王亚平 那一口中 你能够认识心的